脾虚的原因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孙莲庆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脾也是中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 那么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那么它对于我们人体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脾虚也是脾脏经常出现的一种问题 那么我们群世所说的脾虚 其实按照中医的理念来说 主要是指的是脾气虚或者脾阳虚 那么这两种情况 那么脾虚的原因 其实按照中医的理念来说是有很多的 首先从现在的因素来说 如果这个人现在丙腹不足的话 那么他也有可能一生下来以后 可能就是属于一种脾虚的体质 那么从先天上来说 那么它就可能脾的功能就是比较薄弱 那么就是一个出现一个 所谓的先天性的一种 这种脾虚的情况 但是更多的我们日常生活所见到脾虚 都是由于后天因素所导致的 比如说引起脾虚的非常重要的 有原因就是中医上所谓的叫饮食不节 那么什么叫做饮食不节 它并不是指你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 主要是指的你饮食没有规律 比如说三三不定时的吃 没有任何的规律 或者是暴饮暴食甚至是现在火锅麻辣烫比较流行 有很多人特别爱吃这样的食物 但是实际上中医认为像火锅麻辣烫这些辛辣的食物 是最容易伤害我们的脾的 那么如果你长时间的去吃这样的食物 就会造成一个脾虚的情况 那么除了饮食方面 情绪方面对于脾虚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比如说中医认为是人长期思虑过度的话 也会容易伤及我们脾虚 所以这个人如果长期的思虑 思虑某一个人或某些事物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 那么他的脾虚也会出现一些 所谓的出现一个脾虚的表现 所以对于我们更多的人来说 后天的因素 饮食不节或者情绪方面的控制 是对于纠正脾虚的这种原因 是更为重要的